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在幫大家拆播一宗新聞, 就是發生了一個火燭事件, 今下午5時20分, 黑沙灣附近的新憶花園第三座發生火警, 報案的人說有煙,消防員正在處理, 根據新聞報道, 26樓單位的廳起火, 消防員到場因為單位中沒有人, 需要辦門進去開喉罐把火救息, 當中有30至40名住客需要疏散, 起因仍有待調查。 同大家睇一睇影片, 這兩條片就是現場情況, 見到都起火,有煙。 見到是有煙一直飆出來, 都幾大煙下。 高層單位, 應該有不少人都要疏散的了。 看到都是這個位置了, 都有一些煙叫做, 都是龍煙來的, 消防車都去到現場了。 今集的突發消息, 就跟大家更新到這裏。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留言吧, 我們下集再見吧, 拜拜!